What? Say what? 我没理清楚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这个有点惊人 有点担心 佳琪哥的粉丝会不会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凑热闹的AgNormal 我是妹妹 我是大雪 我们两个在家里待着太无聊了 我们想了一下有什么主题可以是又欢乐 又跟我们的极简主义是挂钩的 因为我们不是经常就是说 买口红这个东西是很迷幻的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有那么多色号的口红 然后就想到了口红一哥李佳琪 我们两个还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就作为两个 完全没有看过他直播的人 就去随便挑一个他的视频来看一下 然后看看什么感受 最真实的反应给大家呈现出来 然后假如我们想到里面有什么一些 我们极简主义之前讲过的一些套路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 我觉得能做到口红一哥肯定是很厉害的 也学习一下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 借鉴的 借鉴的 对 我们先打开了一个什么 2019大牌口红年终榜单的视频 是的 这个可能不是整个视频 因为我们找到了只有大概13分钟的样子 那Let's go 有点紧 哈哈哈哈 视频给大家介绍 李佳琪觉得2019年上半年必买的大牌口 他真的超多手部动作 对 而且他很多停顿 对 就很多重点 对 放过你们哦 排名不分前后哦 好 第一支我要给大家试的颜色是来自于汤富的这一支 69号色 我把它称之为王菲会用的颜色 所以我叫他 想到了想到了 厉害厉害厉害 我觉得他就是前期做很多功课 每个他推赠的口红都会给一个名字 相当于给他一个故事在后面 对 你看他都不是直接就告诉你听这是什么颜色 他就是把你 把他跟那个王菲给连接起来 就哇哦 那肯定是一个高贵 气质优雅的颜色 对啊 就跟那些什么神仙高光什么的 对 我就很好奇他会不会什么 有公主 有王菲 有皇后 再来个格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对 然后我也挺好奇他等会会怎么样去形容这个颜色 因为例如什么豆沙色 现在大家都很多了 那他怎么样继续卖豆沙色 对对对 我们继续看一下 叫他王菲色 汤富黑管69号色 买看式色啊 小女生69号色 汤富 喂等会 对这颜色美不美 他这个 你觉得有加滤镜吗 肯定是有加滤镜 有磨皮嘛 哦 他肯定不是这个颜色 是 但是不得不说 他的他的嘴巴还挺好看的 就是挺饱满的 对 而且就是那个有唇峰 对对对 就会看起来好像很好看 而且他就是嘴还挺小的 就是一只oh my god 你们必须要得我 oh my god oh my god 出现了 oh my god 我之前看那个小朋友 所以就逼着他那个小朋友 就是学他 就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好多什么文具 很经典的爆款 对就文具 ok 豆沙色 这颜色嘉祺以前也推荐过 然后推荐完了之后 整个全球都过 69号色 汤富的天猫鞋 那个给不到我货的东西 这一只超漂亮的动物 很稀有 很popular 是的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有一些 让你觉得说你还不买 你就买不到了 对 的这种策略是一样的 是是是 而且还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好 所以把它给买断货了 就又加上了 就是大家都觉得他好 你肯定也会觉得他好 对 沙虹 好看吗 豆沙虹 他们说是哑光69吗 不是滋味69啊 黑管滋味69 看一下 wow 美国奶 这只颜色 就是因为 让你觉得很 每天都想要用 然后会把它 一直用光光的颜色 那我发现 他其实并不是照搞读的 他还是有一些是 就是他有停顿 就是要想一些词出来 要临时想点词 然后你看 他现在就说什么 你每天都想用 其实他也是只是在推荐 就很多的什么博主 他也只是在推荐 他也有试用过 但他也并不是完全 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 毕竟他能够试这么多 你不一定能试这么多 他也是想你 从他什么十只口红里面 选个一两只买 对对对 例如作为我 那例如我想 我可能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口红了 我现在缺一只 烂番茄色好了 那我就会去找一个烂番茄色的口红 那我就点进了这只视频 但是这只豆沙红也很好看 我其实不需要 但是我还是想要买 而且我发现他皮肤挺白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白皮的话 确实口红的话是 就比较容易 对就没有那么多 什么颜色都可以 对没有那么多限制 我就挺好奇 他等会假如他会不会说 就是对黄皮的皮肤比较友好 这种这种 我们继续看 颜色就这一只 好不好很漂亮对不对 这件真的很美 就是我找了这么久 这么久 这么久口红 汤夫69号的色 真的没有一只口红可以评价替代他 没找到他这样很相似的豆沙色 那我觉得有没有评价替代你 你只买一只就去买一只 对其实我觉得 买贵一点的没有没有关系 对 最怕的是你家里有300只口红 那种对对 这件事再给你们看一下 69号的时候汤夫 黄菲色很美 而且他很滋润 上水的质感特别 感觉他重复了好多遍了 方管 这感觉像是催眠那种感觉 第二只我口红 六毛哥 哦毛哥 你们知道吗 我们那天晚上下播了之后 我们就在 开始选择口红然后踢掉 然后这一只的正红色是真的 踢不掉 最正的 就真的怎么踢都踢不掉的一只颜色 一定要保 他这就是PK了 市面上所有的正红色 这个是No.1 PK不掉 所以你手上尽管你有其他的正红色 Mac的 Russian Red 不行 对 而且我其实我从以前看视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博主 或者怎么样 我在推荐口红 那我不可能只推荐一次就完了吗 那我可能一年会推荐很多次吗 那我每次都说这个是最怎么样 最怎么样的时候 那到底是不是最呢 从策略上来说 如果你每次都说是最的话 那就说明你没有最喜欢的 或者是没有你觉得最好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以后就会差异性嘛 就是这个是最正红的 到时候就 这个偏蓝一点 这个又偏红一点 这个又偏橘一点什么的 这种话术还是 就是大家见多了 就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就好了 对 但是我觉得听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觉得很烧的 是的 你会觉得 那它说是最那就是最 它有这么多东西 能够比较的话 它还是能选出一个最好的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已经觉得 它已经有招牌了 就是那 反正我不是推荐这个 我就是推荐那个 那我干嘛不推荐最好的那个 也是 那买的人更多 然后口碑好 我才可以继续可持续的赚钱 是吧 一定要保留的毛哥瓶 608号色限量款 限量款来了 这个正红色真的 我跟你说正道的飞起来 我把它正道的飞起来 正道飞 我之前有听说过 它好像还挺多梗的 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梗 对 然后我也在留意 就是它平均每一支口红 大概用多少时间嘛 刚才感觉它其实一分多钟 讲第一支Town Four 但是就重复讲了三遍 感觉那个就是黄飞色 真的 就是 有没有很美 它还要就是互动嘛 还要跟大家互动 然后还要看时间 还要看下一个产品是什么 好忙 对 它其实很熟练这一套东西 所以就比较容易 我觉得它说话 真的很有一扬顿挫 对 让你很知道要听哪一个重点 对 然后那个口红的色号跟什么 它也反复的强调 是的 就是你第一次错过了 那你第二次还是可以 马上抓取到这个信息 是的 厉害 他说了什么 什么毛歌平是中国的大牌 然后也是真的 它的价格也是大牌的价格 所以我还期待 它说是大牌的品质 评价的价格 颜色包装 整个都是爆棚 美不美 而且它每次 每次还这样一下 然后眼睛还要先闭一下 陶醉 对对对 表演的还挺好的 而且它不是时刻看着镜头 就它有时候是在看镜子 就有一种 我在欣赏的自己 对 我都被自己陶醉了 好看吗 有女性这只颜色 毛歌平608号 又来了 很正的正红色 而且这是正红色 你涂完了 关键是 别的正红色跟它真的 有 关键是假如它每天都这么讲 它能保持这么积极的 态度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 就是很打的 真的打得鸡血一样 真的真的 我觉得它energy好高 好高 真的是 对 一点点逊色 对 我们把所有的正红色 就是我们觉得很好看的正红色 全部取到手臂上的时候 我会发现这几颜色 我一定不能踢 而且我是盲选 那天晚上是小助理 直接把手臂给我 对不对 然后我就直接 我觉得它盲选 它好累 不看品牌 也不看那么盲选颜色 这几颜真的超好看 可是我觉得你手上 看不出来啊 这几颜色 可能只是对比其他颜色而已 我跟你说走红毯 这几颜色 谁 谁敢跟你走一起啊 走红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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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王妃 现在是红毯 就是女星了 你是巨星 对 但是我没有走过 我不走红毯 我一个 平凡小市民 我哪里能够走红毯 有个红毯梦了 也是也是 自己在家里走 对对 想变书奇 让我们也加点 加点机器 对 但是我其实挺好奇 大家就例如眼影啊 口红都会在手臂上试色 但是其实例如你看 就手上跟脸上颜色 也不太一样 而且在上嘴就更不一样 但是人家有这么多口红 应该还是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的吧 就有点害怕吧 这间就很书奇啊 这间真的超书奇 书奇 好不好看 是不是一定要买 书奇是裸成的吧 在我心目中 下一个 真的时间控制的比较好 一分钟左右 可能小助理在旁边会给他 或者有什么计时版什么的 对对对 也有可能我们看的是剪切版本的 那我就不知道 大家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 告诉我们听 就是他平时直播 究竟一次直播多久 然后每次每一个产品 大概是多少时间 是的 第三句给大家介绍 CPB 这一只颜色 是我上次无意当中试了口 这我觉得 我的妈呀 Oh my God Oh my God 我的妈呀 对这种 这种他自己创的这种词 就肯定是每次都要出现的 对 就让你觉得 又是熟悉的佳琪哥这样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佳琪直播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说什么 Oh my God 的时候那种 那种眼神 他是真的觉得很Oh my God 没话可说 就是他 怎么 就是自带星光的一只口红吧 就自带星空的一只眼色吧 就是爱他爱到死 CPB这一只 是有闪电的 CPB五号色 可能是 为什么我会推荐他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你就单看他 他可能是一只很boring 很无聊的豆沙色 但是他的豆沙里面有金闪 他的细闪真的是细到爆炸 差异化相手 对对对对对对 但他追求嘴巴的光泽感是细闪 所以他很高级 所以我觉得他做的很有 很有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感觉 看这一只眼色CPB五号色 来手就给我打个灯好不好 这个一定要打成才看得出来 boring boring 日常生活中涂擦 你就会看到的波光感 我以为那个是因为很润 所以有可能是有细闪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导购嘛 还是挺好的 就是告诉你说 现在市面上有这些新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冲动一下 就买了 而是还是要去试一下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细闪 我看不出来 就不知道嘛 就你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什么状态 也不太清楚 对对 但是我觉得直播间 他就是因为他一般都是什么 全网最低价什么的 那他你就要赶在那个时间里头买 那你又有一个紧迫感觉 哎呦我不能试了 我现在就要下单 那最低价能够低多少 我也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小朋友可以告诉我们 是的 哦 这什么东西 我的天呐 嫩到出水 嫩到出水 嘴巴的光泽度 我的天呐 就是感觉你嘴巴有星空在上面 最主要它一点都不拔干 你们最喜欢用的质地 就是这种质地 显色度刚刚好 不夸张 这件事就是我跟你说 我当时也没有差 有这么好看 当时我把灯一打上去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我也说了 你看他都是 会 我发现他很懂 就是先易后扬 就其实哎 一开始 对 豆沙色我们见多了 有什么那么出奇 对对对 但是然而 是的转折 转折一下 他有闪片 对就跟别的都不一样 男生女人 男人女人都会嫉妒你嘴巴的一只颜色 男人女人都会嫉妒你嘴巴 已经是在卖这个优越感 对对对优越感 这一只是05号色好不好 买它真的抢它上次直播间一场秒空 而且非常多无数多的女生说 佳琪我要CBB这只颜色给我拿货吧 我真的拿不到的东西 现在我真的拿不到的东西 CBB05号 在我们下一只 我觉得一定要给他一个位置 就是阿玛尼红管 阿玛尼红管这只颜色不能称之为最好看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这只颜色是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想要给大家推荐的一只颜色 阿玛尼红管509 好辛苦 她一直要在卸那个口红的颜色 然后要加那个粉饼 所有女生 我觉得阿玛尼红管必须要拥有姓名 在榜单上 因为阿玛尼红管太经典 你们买的405 你们买的405 我都不用再说了 因为这些颜色都太好 为什么大家都要集油的心态 就是阿玛尼红管一定要有 YSL红管 好像你不买摊 就等于你没有买过口红一样 你都不是我们口红界的中人 你都不是我们这个圈里的人 对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 毕竟可能看他直播的人也是 是比较喜欢口红 可能也并不是像我们这种 就觉得口红够用就行了 对 但是其实每个人 不同人喜欢的质地 我觉得其实差别挺大 我也觉得 对 所以可能即使他客观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但是假如你不喜欢这个质地 那就没有必要说纠结说 哎 人手一支 我即使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这种慕斯质地 我还是要去买一个 是的 是的 对 因为这些颜色都太好看 包括201太好看了 这一支颜色我觉得是阿玛尼红管 里面明星色非常非常 呃 一珠的一支颜色 非常可能 一珠 哦 所以 所以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除了40什么 400405 就是还有他 嗯 那我觉得其他的各个数字的 其实都挺一珠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五会觉得 oh my god 这些颜色不火 对 就是unbelievable 为什么 unbelievable 为什么没有成为 阿玛尼红管的主打色 他应该跟阿玛尼 可是它是什么颜色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叫做509号色 来看一下 我觉得图他这些颜色 就是自带仙气的一个女生 真的美 自带仙气 这叫做509 真的很好看 他不像普通的酱果红 那么那么的深 但是他是完全不会失掉 女生那种气 就是气质的感觉 好看吗 那是什么气质 而且讲真就是 假如他不是截屏 左边右边跟我对比 我觉得都挺像 我其实我也觉得 但这支是看得出来 它是有点偏蓝 对 就比刚才 像的姜果红什么的 对 稍微的深一点点 对 稍微 仙气是因为什么 对 而且这支 它也不是那种攻击性 很强的颜色 就有时候那种 很紫的颜色 不是有点太 就像你上次 因为那支 对对对 有点有点 有点人家说中毒了什么 对口黑 口黑 对对对 这个就还是很 很女性化的 对 而且他说是 很女生的 气质 气质 我觉得真的 有些东西不能细听 渐长反应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两个的口红 大概是什么状况 对对对 我呢 是从2019年1月1号开始 就再也没有买过 任何一支口红了 现在大概可能 还是有十支左右吧 就是不停的 断舍离之后 那大学 我是我也不知道 我是什么时候 开始没有买口红 但反正我现在 就只有三支口红 我其实只有两种 两种颜色 对一个红一点 一个日常一点 一个对豆沙一点的 对那这个可能 也是能够说明 我们并不是喜欢 收集口红的 这支颜色 嘴都飘了 看一下所有女生 哇哦 真的美翻天 而且她的触感 就是不用再说了 哇哦 就是一定要为她打call的触感 这支颜色好看吗 好看 哇哦好看 我也好想 我也好想接她的话 对对对 可能大家看直播的时候 好看 要弹幕 就是葡萄女生的感觉 葡萄的喜欢 所以是有点偏蓝 对 来所有女生 下一支 我觉得一定要给她打call的是 我在过年的时候 超爱她的一个品牌 她的品牌叫做直春秀 我过年的时候 我自己买她 我都买不到 一个真的 没有那么贵的品牌 但是颜色真的 真点到爆炸的 直春秀 163号色 她必须要在我的榜单上 因为我真的超爱她 她那种柔物质感 她那种 新的哑光质感 是真的让很多人 欲罢不能的 直春秀的哑光 就是应该被值得推进的一个品牌 直春秀 163 他们家的代表 直春秀的 这个哑光系列 有很多的颜色都很好看 包括那个土橘色 包括他们家那种 就是豆沙红都很好看 但是这支颜色标榜 163直春秀 来看一下 来所有女生 这支颜色 直春秀163 让你白到发光的颜色 白到发光 解决你的需求 你想要白买这支 对显白 对对对 它的哑光就是轻哑光到爆炸 就是很舒服 轻哑光 就是又哑光 但是又不干 又滋润 对又不干 对对对 轻哑光 就感觉跟那种什么 矩阵 短视频矩阵 矩视频矩阵 生态系统 娱乐生态系统 泛娱乐 呃版图 版图版图 这是它的限定款啊 他们家包装会简单一点 包装好看 它的普通款是简单的包装 它我觉得不好看 好来 新轻吧 过年 我要为她打call 所有女生 这一个品牌叫做chanel 他们家的新出的一个系列 叫做炫光系列的口红 我很喜欢的一支眼 叫做106号色 涂出来真的很舒服 就巨舒服 看到没有 这就是神六要的一个 对跟刚才那个星空那个 我觉得好像 水就是嘴巴像水晶 嘴巴像钻石 嘴巴像果冻 炫光唇膏 我觉得下一个我要来它了耶 我们的YCO的80到90的 YCO圆管新色的80号色 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颜色是80 这些颜色真的很漂亮 它不像普通的那种番茄色 也不像那种什么秋叶红 它有点像秋叶番茄土宗调领 什么情况 你在说什么 新词嘛 秋叶番茄土宗调 它不是枫叶色 它也不是番茄色 它是秋叶番茄土宗调 土宗调 可是秋叶色是土宗调吗 秋叶就是有点棕棕的 也是 然后番茄就红一点 红一点 所以就是跟那种什么砖红色什么的 可能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吗 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 听下去 我们要侧房吧 应该是 好美 YSL这件事好美 真的 Oh my gosh 就它真的已经秉承了它以前圆管的滋润 但是它比以前的圆管要更加好的身体配方 它是真润 它不是假润 我第一只大牌口红就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我就觉得它那个油 它是很油的 但是那个油确实是 你还是会 掉皮 对 反而会掉皮 就拔干 倒拔干 对的 它改了一点点的配方 看起来是 润 但是不会假热 也不会厚的 也不会油 你看 你看 这就是 这是砖红色吗 Oh my god 这是枫叶吗 我觉得 这是吗 可能这个太 是 调色或者是 光搞得太 我觉得这个光可能太亮了 那这些颜色我好喜欢 怎么办 我会喜欢它跟喜欢CPB一样的喜欢 这是什么神仙 就是有一点胡萝卜又有点番茄 有点土葱 有点枫叶的感觉 有没有 想要胡萝卜 土葱 番茄的人买这只就对了 这些颜色就是 集合了所有 就是有名的颜色为一体的一支 下一支我要给大家来说的颜色 还是我非常喜欢的品牌 它叫做 焦兰 我最喜欢的品牌它叫做焦兰 我跟你们说 焦兰的这个宝石口红 就是他们家的新雅光的宝石口红 24号色 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支 很高贵的一支红色 就让你涂出来像贵妇的一支红色 贵妇贵妇 这就是贵妇 贵妇贵妇 前面那是王妃 哈哈哈哈 让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支叫做王妃色 第二支是女红毯色 对对对 舒淇色 第三支是星空 对这个是贵妇色 贵妇贵妇 就是上市一个星期 整个全球的货没了 24号色 我们来看一下 好贵 24号色 看一下 涂完之后就好贵 涂完之后就好贵 哈哈哈哈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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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很贵的元素 就这支口红它不会说它是本身就贵 它是你就擦到嘴巴上 它会让嘴巴变得非常贵的一支口红 你人还是本来的人 但是涂完之后你就贵了 就大概几百块钱一支口红之后你就贵了 是的 对对对 就感觉这个也是给你卖一个概念这样 性价比太高了 它的哑光做得超好 就是完全没有粉质感 然后也不让你觉得干的哑光色 这是有一点点偏黑 一点点一点点的黑掉的那种 这种它不是纯红的颜色 或者你说它有点偏橘掉也可以这样说 又黑又橘 怎么办 色盲了 我怎么看又黑又橘了 为什么我觉得看起来像是偏番茄 对 就深一点的红色 我只能说它是个红色 我现在很困惑 OK 完了 对的这件事也是很显白的一支 很漂亮 确实挺显白的 24号色 好来所有女生 下一个MAC MAC 炫亚色 MAC不是amazing 今年真的值得拥有名字 316号色 就是我说很多人问我说 家琪MAC到底买什么颜色 我可能去年会让大家买 那个Russian Red 就是俄罗斯红 但是我今年一定会让你们买的是 316号色 炫亚色 炫亚色 就是同款同款 对就被明星给带起来了 是 哎我又想起当年那只心理色 哎一样一样一样 太坑了那只心理色 当年多少人有拥有过这只 Tom Ford的心理色 有多少个人是真的突出结果的 YSL是吧 还是Tom Ford Tom Ford的吧 41号还是多少的 有多少人是突出结果的 因为那些韩剧滤镜嘛 很白 对 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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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sh Don't do that Don't do that boats 哈哈哈哈哈哈 它会让你很好搭配衣服的一支颜色 来看一下316炫亚色 那跟那个每天都能用的有什么区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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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对 来炫亚色 值得拥有的姓名的一支颜色 很温柔的秋叶 很温柔的吃力 吃力 哦 吃力 而且他们家的就是柔物系列做的非常的高 但我觉得它的那个滤镜就是好像有柔光嘛 嗯 所以就把那些就有一些光泽给弄掉了 就感觉还挺都挺雾面的 其实看起来都很雾面 除了刚才那些有闪片的那种 然后他又再加了一个光 就看得出来 是的 对 不急最主要的这支颜色 这支口服是你涂上去心情会变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甜的 我这样介绍一个口服不是它的颜色 这样还是甜的这样很好吗 但是但是你看人家都不是直接告诉你 听是说它是甜的 对 它是让你心情很好哦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恋爱的味道 那种那种 甜莫初恋 对对对 就那种你之前有没有看过那种那种偶像剧 嗯 什么男主给给女主送一颗糖 哎 哈哈哈哈 我希望今天的吻是橘子味的 什么 橘色 哎呀妈呀 就是我让你感觉 哇 好开心哦 它是靠 它是靠口味去 对就是 哦好甜 就是感觉自己像吃糖一样的感觉你不会 你不会不开心的一支颜色涂上去 那我就去吃糖呢 我就去吃巧克力啊 我不会不开心的一支颜色 我觉得这个形容也是够的 哈哈哈哈 非常非常的好看 MAC 316炫雅红 好吧 这支颜色来 最后一个 我跟你说 季凡希来了 我爱这个颜色已经爱了一年了 它叫做306号色 这支颜色也是一支红 但是这支红很美很美 因为季凡希 我爱她的点在于她的包装是真的 低调奢华又有内涵 嗯 这次是卖包装 对 一种质感 对 一种 对我记得之前有说什么 这个什么这个粉饼或者是这个什么东西 让你拿出来的时候 让你在外面补妆的时候 会很有面子之类 哦 那它这个是可以 可替换的吗 还是不可以 应该不可以 那也可以只买一支嘛 我觉得你只买一支完全可以 也没问题 对对对包装也确实是一个产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就你使用体验确实可能是会好吗 你假如特别喜欢这些的话 那可能你会觉得用起来很开心 对只是说没有必要那么多东买而已 对对 因为它是小羊皮包装 它的皮是它的外面这一层是包的羊皮 然后还有一颗猛丁就干净到爆炸 而且利落到飞起来的一支光 基本上是三菱六号色橘红色 我怎么感觉跟上上两个一样的呢 有点像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种颜色就是接受度都很高 就不会像是我上次那种 口黑 对就被被人被大家说的那种 就是这种的话就感觉都是很日常很日常的 就是有比较你可以不怎么打扮 对对对对对 就涂就气色比较好的 也有就是你稍微精致打扮了一下 就红就up了 红毯 对对对对 就就就就贵妇了那种 就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颜色 对对对对对对 一定必须要拥有姓名的颜色 他们家做橘红色超正点 哦就是橘红色 一点都不会过界 它不会影光的橘红 306极风系必须要给我抢到 必须要给我买到 必须要给我买到 你给我钱吗 你的男朋友的朋友会嫉妒他的一只颜色 what say what wait 我没理清楚 我涂了这只口红 我的男朋友的朋友会羡慕我的男朋友 还是羡慕我 不是他说你的男朋友的男朋友会嫉妒 你男朋友的朋友会嫉妒还是记住 我忘了 what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这个有点惊人 必须要给我买到 真的 会是涂上去之后 你的男朋友的朋友会嫉妒他的一只颜色 嫉妒 嫉妒他 我的男朋友的朋友会嫉妒我的男朋友 有这么美的一个女朋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我一开始听我以为是另外一个意思 记住 对 这是什么意思 感觉 嗯 所以我都觉得 这么这么这么 这个好像不太对 对 这个好像不太行 对 哇 太惊人了 上我一跳 什么扫子 什么什么不过扫子 好吃不过饺子的下一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所有女生 十只口红榜单 我试完咯 这十只口红你们都买到了吗 你都说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哈哈哈 怎么样怎么样 总结一下 不是喜欢基金主义的女生 的人看会是什么感觉 但我觉得我看起来 我觉得还挺挺有意思的 是 对对 然后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 那大家是每天都要去看吗 还是说就例如我一周去看一次 我一个月去看一次 嗯 那我怎么知道他今天要直播什么 我怎么知道他是直播口红还是直播 他可能有预告之类的 就是有一个什么节目单那样子 我觉得是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点进去看嘛 对嗯 但我之前也有听说过就是 他的直播很多时候也是 在感情上还是能够给你一个陪伴 就像大家喜欢在吃饭的时候 给开我们的视频 或者那个打扫卫生的时候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人 可能还是就是真的是买了 对 然后觉得哎这个孔真的是不错 他确实还挺有表现力的 嗯 然后他的呃他的样子呀 然后他整个人的那种感觉啊 还起其实还真的挺挺让人喜欢 对对对 就特别是女生就会觉得说啊 就是懂我的男闺蜜 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他真的是喜欢口红的 就不是说是 嗯 就为了卖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感觉他 他确实是能欣赏这个东西 对对 然后他也有了足够的经验嘛 对对对 然后就可能就可以跟你就是排雷啊什么的 好像也不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他 对对对对 我就是最美 对对对对 这个口红就是最漂亮什么的 稍微有点戏多那种 对对对对 我们很喜欢看的那种人 这个还是要回归自己啦 就是你看这个到底是因为想要看什么 是想要找东西买吗 还是因为你真的缺一只口红 而且像你刚才说他确实有全网最低价嘛 嗯 虽然我不知道能够低多少钱 看这种视频还是要很小心 如果你如果你不是只买一个东西很坚定的要买那个你需要的东西的话 那其他的就很容易被带到坑里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是你本来只是想说好我就买一只 对哎呀 但是人家那里有有全网最低价 而且都这么美 那我就买三只总价可能极有可能是多花了的 只是你拥有了更多的口红 那我觉得假如你是一个新手 你可能是并不是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假如你家里已经特别多东西了 这种就是相当于是没有必要的支出嘛 对那我们也知道现在他也很有钱嘛 就是什么都买什么上亿的豪宅什么的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也可以想一下 就是在让别人变有钱之前 先让自己变有钱 先把优先权放在自己身上 就是你也有自己的生活要顾呀 那我觉得你说的那种可能是他的粉丝 觉得说帮他什么充个销量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 就是说反正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呢 我就看嘛 但是确实是很有可能就是你不自觉的 你就一年下来 我怎么就多了50只口红这样 很多人都说嘛 就口红是穷人的奢侈品之类的 就是因为他其实你看他介绍这些都是大牌 都是什么Tom Ford什么的 就是可能平时大家都觉得是真的是比较高端的奢侈品 对但是他其实单价还是稍微可以接受的 少吃点或者省一省一只口红就有了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确实可能一只是不困难 但是你假如买很多的话 这个树木就很可怕 就例如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也会是你看所有的女生怎么怎么样 就给你感觉他是你的朋友嘛 对那你可能会觉得朋友有很多东西 然后你也觉得我可能也应该是拥有这么多东西的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要记住就是博主是博主 他这是他的工作 他要测评啊这些 他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赚钱的 但是你买这个东西 可能你真的就只是去享受这个产品 你是一个消费者 你不是一个博主呀 那你就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虽然说他的舞台表现力啊 然后他的能量都还挺足的 但而且这个是2019年的吧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有时候如果是就是就是安静的 然后想说看一下他直播的话 很多话其实你仔细想想 还是有点前后矛盾的 对或者是就是他这一句话好像说了一整句话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了 毕竟直播你想我们平时剪视频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把废话删掉呀 对对对 前后没有逻辑的话删掉 对他人家是 现在是直播 对然后也不知道要直播多久 可能嘴瓢了确实也是很 也是很正常的 对对 而且我觉得讲到那么多 讲到后面就形容词就没有这么多呀 就匮乏了 其实还是挺难的 是是是 但我觉得如果是想要把这种视频 当做娱乐来看的话 那就有更好的娱乐 只能这样说 是的是的 哎呀有点有点担心 佳琪哥的粉丝会不会 还是想说一下这个是我们在YouTube上找的视频嘛 然后他也只有13分钟 然后我觉得可能中间还是有点剪辑过的 所以可能如果是佳琪哥的魅力并没有在这里完全展现的话 就是想看我们看其他佳琪哥的视频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给我们甩个链接 对对对 是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大家看到一些广告呀 然后看到一些其他人的直播呀 也可以给我们发个链接过来 是的是的 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玩的 还挺欢快的 对对 就以前有那种电视导购嘛 八星八件 八星八件 对这是一台永不断电的手机 现在就换了一个平台 其实可能还是有类似的地方吧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或者喜欢我们两个的话 就欢迎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订阅我们的频道 YouTube的朋友可以打开小铃铛收到提醒 B站的朋友可以把我们设置为特别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任何一个视频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你有没有种草任何余知啊 哈哈哈哈 没有啊 因为太眼花缭乱了怎么种草 对 就 对就可能他假如只给我三只五只我可能 对我现在都记不太住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对而且我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断舍离了这么多 我觉得很多都很类似 嗯 就我现在哪怕是正红色的可能都有三只 哈哈哈哈 所以哎还说人家 还说人家 自己以前不就是这样吗 对对对